徐华凤日前病逝 那么今天上午家人为他举行了告别式 现场用徐华凤生前最终爱的白玫瑰花三万朵 以及他生前的生活照来布置 亲朋好友送他最后一程 家人为徐华凤举办告别式 几日下来饱受身心尖要的照夫汤卫石 布出礼堂几乎站不住 需要人搀扶 徐华凤要好的女性密友 资深制作人李慧兰 泪崩临躺前 双手合十祈祷好姐妹 一路好走 徐华凤入行以来的专用化妆师 以及他演艺圈的好朋友蔡灿德 荣祥哭红双眼 送走徐华凤最后一程 今天看到他这个相片还是 还是像以前一样美丽 OK啦可以啦 好走啊 好朋友以后会再见面的嘛 有一定会再相见 徐华凤生前中爱的白玫瑰花 临堂物质前前后后用了三万多朵 大大小小的生活罩 潜水在饭店家里的流影 不管是素颜的还是上妆的 都让人记起他的美丽 他的活泼 一人徐华凤 这个月六号病逝于台中荣总医院 上午家人为他举行告别仪式 一体火化后将安坐在他老家天幕 尊业林家庆周一的SNG小组 台中采访报道